如果我们今天看市场的五百多点 相对来说 其实也有些板块 叫做相对硬正一些 或者也可以逆市是靠找到的 譬如我们看到曾经是蓝手的中国旺旺 今天就逆市硬正 曾经是见过52周高位 现在都可以靠找升两线 如果看图的话 由年中开始计算 其实走势是漂亮的 下星期二会公布九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 今天有行就引述了份报告 就是引述管理层的同业的220管理层 就说已经通知了食品分销商 未来的食品业务是可以加劳加 幅度大约是中至高单位数的百分比 食品的出厂价可以提高 去抵消成本 例如原材料 中旅游成本上升等因素 但他们就认为 相信这个逐渐的加价部份 在这一浪的下游加价潮 是会利好一些高档产品 如果我们统一的话 直接比较的话 当然是做一些方便面 例如日清、康师傅等等 旺旺那边就多一些休闲食品 米果、乳品、饮料等等 统一这个可以加价的消息 其实对整体整个食品、饮品股 即是即食面的日清、康师傅也好 旺旺也好 是否真的会整个板块上 都可以这样提价呢 其实算是证实了之前市场的预期 因为就去到下半年 尤其是第三季度之后 大家开始炒一些食品相关的股份 主要就是在憧憬 其实通胀可能会带动下游 就是整体的食品价格会有机会提升 上游其实原材价格已经升了很久了 其实今年初开始升到现在 但是下游你看到内地的CPI 其实一直都维持在低位 所以大家都担心 其实中间的成本 就完全由商家去吃光了 现在如果真的可以加价 加价之后又不影响到销售或销量的话 相信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个趋势 对于这一类食品公司来说 经营环境似乎就没有之前那么恶劣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第三季度其实它们仍然是熬着一个高成本 同一时间就是下游的分销或商品 其实还没开始加价 所以大家不要对于这类食品股的第三季度业绩 有一个过度的憧憬 可能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因为你看到大部分的预测 其实这类食品股无论是从一号 康超虎也好或者是黄云也好 其实今年的业绩都应该会出现一个倒退 去到明年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复苏 大家估计明年是真的加价了 然后上游的原材料可能即使在高位培回也好 但是如果可以将成本转价到下游的话 对于这些商家来说 经营利润率应该都可以保持平稳 所以明年应该是可以实现成长的 在现在这个投资环境下 似乎科技股或者其他的板块 似乎投资风险比较高 可能就更加多的资金会选择这些较稳稳一点 至于经营环境的可见度比较高的这些股份 如果我们看往往现在就升到 统一今早都曾经升过 不过之后就要转跌 戴和就说 统一品牌 汤达人第三个预料是律德双位数的增长 继续向高档路线进发 同时就会继续开新品牌 例如行高档路线开小组的炙热饭品牌 又预期来说全年派息比率有100%那么高 是不是会继续做这些多品牌路线 或者特别是做多些高档品牌的路线 现在所有食品公司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 因为始终低端 其实消费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 所以你加一点价格的时候 可能那个影响就会 或者舆论压力会有所影响 但是你开发更多的品牌 而又是高档品牌 因为如果是高档品牌 你目标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就没那么高 即使高档品牌加价也好 可能对于销量也好 或者对于舆论压力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微一点 所以这个都是所有的商家 或者所有的食品品牌方的发展方向来的 当然如果你可以成功的话 当然带来回报或者利润 当然会更加丰厚 但是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快看到成绩的 因为这些新增的品牌 或者刚才提到的汤达仁 这个销售其实对于它现在整体的收入来说 占比仍然都是低 当然这些是一些高无利的产品来的 还有那个加价的潜力 或者是那个消费者对于加价的敏感度 也都是相对比较低 大家可能当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想如果真的可以的 可能对那个股价会有一些bonus 但是即使不行也好 刚才说到那个趋势 暂时仍然是向一个利好的方向发展 福 syndicata 髅 我们 这 PWT 我 Rover 这 我们 不是